近年来 俄罗斯频频在远东部署新武器 持续加强对争议岛屿的实际控制和管辖 本月1号 俄最新改进型S300V4防空导弹系统 开始在南千岛群岛 日本称北方四岛中的泽卓岛上 担负战斗值班任务 俄罗斯红星电视台披露 这批S300系统是通过陆海连运的方式 从俄罗斯内陆地区转运到泽卓岛上的 俄媒报道称 部署到泽卓岛上的S300V4系统 配备了两种类型的拦截弹 一种专门用来摧毁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 另一种则用来摧毁固定引飞机和直升机目标 日本NHK电视台指出 这是俄罗斯第一次在俄日争议岛屿上部署S300 此举可能意在警告日本和美国 不要在日本部署中程导弹 此外 俄罗斯近年来分阶段加强了争议岛屿的军力部署 此前在国后岛和泽卓岛上分别部署了 武惠和冷宝按机反舰导弹 俄罗斯还从2018年起 在泽卓岛上常态化部署了 现役性能最先进的战机苏35 四岛中面积较小的持武色丹 目前还没有俄军常驻 除了在远东部署新武器 俄罗斯武装力量9号 还举行了战略核力量演习 该演习由俄罗斯武装力量最高统帅 普京领导陆海空战略核力量参与 那么俄罗斯为什么会选在这个时间点 举行战略核力量演习 他传递出哪些信息 接下来就由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 为我们做出相关解读 从9日的这一次的演习中 我们可以看到 俄罗斯是在高调的展示 三位一体的战略核力量 希望自己的对手 以及对俄罗斯有恶意的国家 能够接受到俄方的这种强大的信号 那么同样从目的上来说 可以看到俄罗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系列的演习 来展示俄罗斯这种战略遏制的 国家安全政策的意图 其实俄罗斯在近些年 可以说在安全的问题上 面临着很大的压力 美国应该说在多个点位 全面的对俄罗斯进行这种战略上的试探 不断的增加俄罗斯的压力 北约东扩也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 进一步的压缩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俄罗斯希望通过自己核力量 尤其是战略核力量的发展 来展示维护国家主权 以及国家安全的决心和能力 俄罗斯现在考虑到的 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就是俄美之间签署的 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续约的问题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 俄罗斯曾经一度希望美方能够续约 但是美方是一再拒绝 那么尤其是在美国退出中岛条约之后 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岌岌可危 所以通过这种战略力量的展示 告知美国维持双方 这种战略力量的平衡 对于两个国家来说都是有利的